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小甜甜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李连杰打李连杰的科幻动作片《宇宙追击令》 在这部影片的背景中 宇宙不只有一个 而是多个 在不同的宇宙的平行世界里 有不同的你在生活着 以平分着你的能量来维持平衡 但是对在各宇宙中穿梭有着严格的管控 刘宇原本是一名时空警察 所以能够自由地在各个宇宙时空中穿梭 但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无意杀死了平行宇宙中的另一个自己 他瞬间感受到了与众不同的力量 于是他想成为宇宙中的唯一一个自己 拥有最强的力量成为救世主 接着他离开了时空警察的职位 去到不同的时空杀死不同的自己 死去的自己的能量就会分配给剩下的人 他一口气杀掉了一百多个不同的自己 得到了与众不同的超能力 而这时候整个宇宙中就剩下了两个自己 同时他也遭到了时空警察大黑和杰森的追捕 大黑和杰森合力把他抓住 法官准备将刘宇流放到罪犯星球 但在这时他竟然得到一个神秘女子的帮助 让他挣脱了牢笼 打倒了在场的所有警察逃了出去 此时刘宇已经接近无敌状态 他利用时空传送器来到地球 准备杀掉地球上的最后一个自己 地球上的李连杰名叫盖布 是一名正义的洛杉矶警察 盖布正在执行任务 突然感应到了危险 成功发现了藏在管道里的刘宇 看到了一模一样的自己 盖布非常震惊 就在刘宇要杀死盖布的时候 时空警察大黑和杰森出现 救下了盖布 随后 盖布将自己看到相同的自己这件事告诉了妻子 妻子以为是他出现了幻觉 并要求他做个身体检查 就在检查的时候 刘宇突然出现了 大黑和杰森也紧随其来到医院 两方开始了枪战 刘宇打死了冲进来的警察之后逃跑了 这让警察们都认为是盖布杀了人 准备逮捕盖布 百口莫辩的盖布只能用手铐将众人扣下 而不相信盖布杀人的妻子 也帮助他逃离现场 大黑和杰森看到这混乱场面 决定两个人分头行动 分别解决两人 杰森负责盖布 大黑负责刘宇 盖布发现了跟踪他的杰森 杰森便和他解释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盖布觉得太荒谬了 并不相信 另一边 大黑完全不是刘宇的对手 准备启动炸弹和他同归于尽 但是被刘宇阻止并杀害了 杰森看到炸弹爆炸的信号 以为大黑成功地解决了刘宇 自己也准备一枪干掉盖布 但最终他还是犹豫了 没有下手 而妻子回到家后 支开了警察 发现了藏在天花板的盖布 但是聪明的妻子发现这并不是真的盖布 而是刘宇 刘宇便抓住了妻子 当着盖布面杀死了他 还嫁祸给了盖布 失去了妻子的盖布伤心欲绝 此时杰森出现带走了盖布 并告诉他 一小时之后有虫洞出现 刘宇肯定也会去那里 于是 他们来到了虫洞出现的地点 但刘宇将二人引到了一个死胡同 并启动了炸弹 虽然他们机智地躲过了一截 但爆炸过后 盖布却不见了 此时 杰森却不巧碰上了刘宇 无奈两个人实力悬殊太大 杰森没一会儿就被打趴了 这时候盖布出现了 两人进行了一番搏斗 盖布不幸被打倒 就在刘宇以为自己要成为唯一时 盖布想起了死去的妻子 又重新站了起来 仇恨让他爆发了自己的小宇宙 成功打败了刘宇 但他还是忍住没有杀死刘宇 而是挟持着他和杰森 一同通过虫洞传送回了本部 本部的士兵迅速包围了他们 刘宇还想着误导士兵将盖布抓去监狱 好在杰森通过戒指的痕迹发现了端宁 成功地将刘宇送去了罪犯监狱 而杰森知道 盖布即使被送回去 还是免不了牢狱之灾 于是自作主张地把盖布 传送到了盖布和妻子出狱的地方 但那里 他再次邂逅了美丽的妻子 而刘宇则在犯罪星球 做着最后的挣扎 和罪犯再一次展开了厮杀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